这样,美联储家机缩表,鹰派生生啊,通胀屡创40年新高,美股从年头就开始滑落,还能做吗? 可以的呀,俗话说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以纳萨克为例啊,我统计了分别代表上升趋势、下降趋势以及横盘趋势三个阶段,个股处于稳定上升的股票数量的占比啊,大家看图。 相比,牛市的25%啊,熊市的上升股票占比只有4%升值不到,而现在呢,是叫震荡微微下扬的一个阶段啊,处于两者之间,大约是7%那也有差不多400多只股票。 再来,股票不跌哪来的涨啊?所以现在反而是最佳介入和学习的时候,等风口来了,你再上车,能开稳吗? 同时啊,了解美股呢,有利于我们对全世界所有的好公司啊,和流行的投资品种有进步的研究啊,就算不错,也可以提升一下我们的财商啊。 所以啊,不谋全局者,不足以谋一遇啊,那我们大马投资者,投资美股是不是很容易呢? 来,我们看几个方面,第一个,资金门槛,购买马股最少资金是一个了,也就是100个UNI,而美股更低,只需要一个UNI,所以啊,如果说你至少有一千马币啊,你就买得起像苹果啊,Facebook啊,88等这样的大公司股票啊。 第二个,开户方面啊,分为本地银行券商和美国券商,本地比如说CIMB啊,这些水钱蛮高的啊,每次交易的话呢,需要缴拉20刀的这种交易费用。 但是,优点就是,你可以直接用马币直接交易,各种繁杂的手续啊,都是银行包办,方便的很。 而且呢,受马来西亚的监管,对比一下美国的券商啊,比如说Tiger啊,TDL,MaryTree啊,IB等等啊,大多呢,都是零佣金或者很少的手续费,0.01刀这样子啊,交易成本大大的降低。 但是呢,需要我们自己去银行柜台去汇款,或者是直接见汇也是可以,少续稍微复杂一丢丢。 而美国券商这里几乎是不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监管。 第三,交易的时间分为夏令时和冬令时,比如现在就是夏令时,马来西亚时间是晚上9点半开盘,到次日凌晨4点闭市。 所以啊,想盯盘的朋友差不多能看个三两个小时,但是也可以选择不用做那么短线,中长期长线就不需要盯盘啊。 第四个,税收方面,股息方面呢,外国人他要被扣30%的税啊,所以我们投资成长股好过股息股,对吧,赚capital gain的这个价差的钱才是王道。 第五个啊,涨停限制,美股是没有涨停限制,但是呢,下跌它有一个熔断机制。 这个是1987年股灾以后呢,美国证监会去设立的目的是缓冲美股的闪风。 2020年我们就经历了四次熔断,有印象吗? 第三个,技术分析也可以投资美股吗?完全没有问题啊,本身美国的技术分析发展的时间就很早,追溯到100年前,美国人查尔斯道还发明了全球第一个指数啊。 所以啊,对于美股投资者来说啊,技术分析是常用的分析方法。 不激性和成长风格的纳斯达克指数啊,从今年开始资金呢,明显流出市场形成一个亏钱的效应。 MCD的这个青色筹码就反映了这一点,但是截止到今天,青色筹码有所减少,风险释放很多了。 更多的是黄色的活动筹码,说明呢,最近科技股市适合做高抛低息的这种策略。 但就算现在震荡的股比较多,还是建议大家选择稳定上升趋势的股票来做。 不断的可以少放资金当念手啊之类的。 像纳斯里边,7%的牛股处于有装控盘的上升趋势,也有接近400只股票可以选择,不少啦。 而且还没有加美交所和纽交所的,加起来的话有接近1000只股票,还不够你选吗? 对不对? 各股方面,大家可以用跟马股一样的一个方法啊,比如说彩虹线,均线来把握趋势,然后用MCD的庄家资金来验证趋势的持续性,然后配合背离啊和买卖节奏的一些指标就可以了。 东南亚的投资者关心比较多的是一些成长型的科技啊,比如说这个AMD啊,NVDA啊,苹果呀,Facebook啊,Microsoft啊,类似于这些啊,最近呢都只能够做偏短线和震荡的策略。 我给大家附上主力资金的图表啊,供你去参考一下,除此之外来,我简单统计了一下,Hike平台的这个明星股公司的一个股票简介,一共呢有116只,希望能够帮你初步的认识一些出名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啊,领取的方式直接点击我的头像,是我的profile里边点击粉丝福利的链接,然后选择美股投资明星股福利包。 好了,以上就是我跟你分享如何投资美股的一些基本的知识,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,欢迎留言区留言,我会秒回你的哦,关注我,更多股票投资干货,等你。